之前你了解这个人吗? 了解 了解 因为他们都是这个人大师 中央将来第四频道有一个群访真功夫 他被列为了中国十大武林高手 宗师之一 那么他表现了几个项目 然后很至今 在中央将来的话 就是一个西瓜放了点 他运动之后急打拍西瓜 拍完了之后 记者把刀拿刀一打开这个西瓜 在他拍的部位 在他拍西瓜那个部位 底下都是红的 就已经烂了 那么说这个内宫袖的有多透 往里头就透了 就是西瓜外的还是完整的 完整无损 那么他的有一个鸽子 太极拳有一招叫雀不飞 那个雀就是鸟的意思 不飞飞不走 他把一只鸽子搁手里头 来回来玩弄 那只鸽子飞不走出去 我用我自己的微信插了这个记者 用我自己的人脉 徐老师对不起 这件事我要跟您说的就是了 我们作家 我们作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